有网友说,可不可以做一款耐学家的肉松麻薯小吐司? 当然可以呀,说完我就搭乘着沈阳地铁,飞往万象城的某学家 尝了以后我觉得还好,馅料不是很丰富,肉松基本都包裹在外边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家做馅料非常丰富的小吐司 咱们先来准备麻薯,先用牛奶融化白糖 待到白糖融化后,把两种干净材料先混合在一起 然后倒入牛奶,搅拌成糊状 盖上保鲜膜,上锅蒸40分钟左右 蒸好的麻薯质地向高,没有多余的液体 趁热放入黄油,用手先把黄油握进麻薯里 然后就开始拉扯折叠它 直到麻薯变得非常的光滑圆润而有弹性 盖上保鲜膜,放在室温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做老面,因为老面不需要搅拌得很充分 所以我们提前用水把酵母粉先化开 然后把高筋粉和盐搅拌均匀 粉类倒入酵母水中,简单地搅拌成团 就可以放在室温里,盖上保鲜膜,发酵两个小时 老面发酵好后,我们开始揉煮面团 这次的面粉比较少,我们依然选择手揉 这些是三个小吐司的量 先把干性材料混合在一起 倒入冰凉的牛奶,简单地揉成团 这时候你可以盖上湿布,把它放在冷藏里 让它自己融合半小时 接下来就可以不停地摔打面团 直到它变得有弹性 可以扯出厚膜的时候放入黄油 黄油放入后,先用刮板把面团不停地拆解 然后再组合 直到黄油均匀地分配在面团中 面团再摔打几下 差不多就可以扯出这样薄薄的膜 你们发现了吗? 今天的面团不需要揉到手套膜 如果你是手揉,还是保留一点精力吧 面团在25度左右的环境下醒发一小时 醒发好的面团手指戳动,不回缩不塌陷 把它取出来拍扁 平均地分成三份,大概每份在200克 每个面团分别滚圆,滚圆后松弛20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擀肠 用手拍掉多余的大气泡 给它翻个面 先铺上一层厚厚的肉松 肉松的多少,你自己选择 喜欢多吃就多放一点咯 然后把麻薯分成三片 铺在肉松上,麻薯上撒核桃和蜜红豆 如果你不喜欢核桃或者蜜红豆 也可以不放,或者换成蔓越莓,蹄子之类的果干 面团从上到下卷起来 三个面团做好后,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一半的芝士粉和一半的高筋粉 用手搓一搓,把它们搓匀 小土丝面团上细细地喷一层水 在芝士面粉里滚一滚 然后放入图丝模具中 温度35度,10度75%的环境下发酵 发酵到这种状态,用手指戳面团 有一个小坑,缓慢的回弹 烤箱温度下火190,上火160 放在最下层烘烤30分钟左右 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了 关注我学习更多四方美味吧 表面有些油烤好了 用这种状态 放下木到右边 搓匀 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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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 银,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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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